高雄市長陳其邁 十二號出席2023六都電競爭霸賽 英雄聯盟總決賽頒獎典禮 今年最特別的是 選在高流海英館 這也是第一次電競比賽 儀式高流 將舞台留給所有的電競選手 市長陳其邁也誠摯 歡迎大家千里實境 感受精采的賽事 高雄市政府也會持續 大力支持電競比賽 同時也歡迎明年再到高雄 舉辦總冠軍賽 我在海英中間都是 拼一流的原唱歌 這是第一次電競的賽 搬到我們高流 我要把層次的觀念 我不想到場地那麼好 但是呢 還有要改善的地方 雖然這次的舞台規模 非常好 但是呢 我們高流的印象 其實是台灣最好的印象 六都電競爭霸站 從六月線上賽事揭幕 經過六都各分區建站 產生南北區的冠軍 期間透過Live轉播 讓所有電競玩家和支持者 不受空間影響 欣賞精彩的賽事 最後總冠軍由新北市 臨死不如不玩的隊伍 獲得高額獎金20萬元 2023六都電競爭霸站總決賽 在9月16號17號週末連續兩天開打 民眾免費入場 分別有特戰英豪 英雄聯盟 以及絕地求生三個項目的頂尖好手 前往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角逐今年的六都電競望著寶座 所以下次只要再判到我們高雄 我們就把這幾顆小的老爸放票 就直接接到我們整排的 這個直接就出一大的這個 這個高山陣的這個影響 這個效果一定會更好 我們就是要把網友給我們所有的電競選手 那時間還有 所以要讓今天晚戰跟明天 來把高雄的演員館 絕對是一個更有輕力實境 更好的這個比賽的這個享受 六都電競爭霸站從2021年開始 已經連續三年在高雄舉辦實體決賽 從小金魚電競館的明星表演賽開始 到去年的高雄展覽館總決賽 今年更來到高雄影響為傲的地標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海音館舉辦總決賽 規模一年比一年盛大 也展現了高雄對於電子競技的大力支持